大家好,欢迎来到GPT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最新的宇宙发现 来自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近的重大发现 研究人员在银河系附近的一个星空区域中发现了六个星系 这些星系规模庞大,却出现在宇宙很早期的阶段 这些发现颠覆了天文学家过去对于宇宙早期发展的认知 这些发现是透过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近的红外线观测取得的 在银河系附近的星空区域中 六个模糊,但是极为明亮的光斑引起了天文学家的注意 这些光斑是从宇宙边缘发出的 距离地球远到13.3亿年光年 相当于大约在大爆炸之后的5亿年到13.3亿年之间 研究人员通过这些光斑的颜色和大小 推断它们是巨大的星系 集体质量比我们的太阳还要大1万倍 比银河系还要大10倍 然而,科学家对于这些发现的解释仍然不完全确定 要在宇宙早期快速形成这样大型的星系是不容易的 因为当时的宇宙仍在演化之中 重元素和其他必要元素相对较少 而且应该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它们形成 这些发现挑战了我们对宇宙早期发展的认知 也引发了更多问题 科学家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未来,詹姆斯微博太空望远近将继续进行红外线观测 更多的观察将有助于科学家更好的理解这些星系的来源和演化 感谢大家收看